半岛核问题日一发酵,为美军在东亚部署重兵提供了最好的借口,不论是把萨德部署在新州,战略核潜艇出现在釜山,还是两到三个航母战斗群在日本附近海域聚集,都将中国的东北华北要地划入了美国战略机动集群的打击权。 作为军事谋略思想发源地的中国,岂不知美日是要假图灭国,对美日集结在中国周边一千到四千公里之内的战略机动集群,最有效的反制手段还是东风中程导弹,包括东风21D、东风16和东风26,所以连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也坦言,美军无力对付中国的火箭军,特别是东风26战略中远程导弹。 中国军方习惯上把射成一千到三千公里的弹导导弹,叫做中程导弹,在美苏都销毁了各自的强力中程导弹后,中国的中程导弹从东风16、东风21D到最先进的东风26,就成为当今世界装备规模最大,战力最强的固体中程导弹体系,用来反航母、反卫星,中段反导,几乎无所不能。 外媒认为中国最新批量装备的东风26,各项战术指标和苏联时代最强大的SS-20中程导弹非常接近,最大射程约5000公里弹头重1.2到1.5吨,东风26导弹4500到5000公里的射程打击目标的选择极其广泛, 例如从广东沿海或海南岛密林阵地发射,可以达到北澳洲的达尔文,从江西的山区某地域发射,可以直接打击关岛,从云南某阵地发射,可打击美的印度洋的核心出发阵地,狄哥加西亚, 从新疆前出发射,可以打击美国在德国和意大利以东的所有欧洲基地,红海以东的所有,而从黑龙江发射,5000公里射程足以威胁阿拉斯加安克雷奇的NMD返岛基地,为我方同时发射的洲际导弹走东北弹岛,直至北美全境打开了大门,射程2000到3000公里的固体中程导弹,中国本来就一支独秀,5000公里的打击半径,更是在前苏联的 SS-20中程导弹之后填补了世界空白,用一枚洲际导弹的造架可以生产6到8枚东风26导弹,何尝兼被杀手捡,价格便宜,量又足,是新一代的万里长鞭,东风26,东风21D,东风16三种导弹都具备打击海上移动战略目标的能力,这三种反航母导弹结合,可以形成从1000公里到4000公里的多层次,多波次反航母手段 今后,只要强国的航母战斗群一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,或者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印度洋,就已经进入了中国东风26反航母导弹的射程,这意味着如果侵犯到了中国的核心战略利益,无论是横行世界多年的美国航母战斗群,还是美国经营大半个世纪的东半球任何固定军事基地, 都会被中国中远程导弹火力群迅速反制,东风26导弹超过4000公里的射程已经超过了航母舰载机,及其护卫舰上任何一种进攻性武器的作战半径,美国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还没成行,已经被中国的东风26导弹消于无形,今天的中国军队绝对有能力确保国家安全,也绝对有实力为维护世界和平做贡献。